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3号 星期一 这个缅北啊 1020惨了 惨案就是10月20号 反正这个呢 现在江湖传言 这个基本上呢 肯定是有中国公民死了 这是肯定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现在其实不太说的好 好吧 那现在呢 这个传言呢 是死了70多个呢 这个中国公民 人民日报呢 反正在今天的这个北京时间啊 今天也发了这个通缉令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怎么回事 其实8月份的时候 就决定了要这个收缴 这个缅甸的这些呢 电炸集团啊 这当时呢 在9月6号的时候 2023年9月6号的时候啊 第6307期 当时我录一期视频 我说习近平的出兵 缅甸扫荡的缅北 11个诈骗园区 那这个扫荡的 都是呢 在缅甸的啊 都是缅甸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啊 是由呢 中国的这个解放军 或者这个边境的这个力量 和缅甸当地的力量呢 一起呢 去这个扫荡的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还有一个果敢地区 这个果敢地区呢 和一般的缅甸地区呢 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缅甸地区呢 是真正呢 是属于是缅甸 都是缅甸人 果敢地区呢 它现在理论上呢 是属于缅甸的 但是实际上有点自治区 然后果敢地区的那些人呢 不是缅甸人 实际上是中国人 都是华侨 都是老华侨 都是华人的这个后代 知道吗 然后他们当地说的这个语言呢 其实跟咱们云南方面 有一些人说的那种语言 特别的 就几乎就是一样的 都能够这个接近 互相都能听得懂 其实都是呢 这个汉人的 都是中国人过去的 所以果敢那儿呢 实际上都是咱们汉人啊 所以呢 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 习近平要求缅甸打击电炸 缅甸政府军的同意了 同意了之后呢 当时这个瓦邦呢 与政府军合作 再加上中国这边的这个边境力量 扫荡的缅北呢 11个诈骗园区 但是呢果敢呢 现在不听话 果敢这地方呢 是这个果敢 现在他呢 有四大家族 那这个电炸呢 就这个电话诈骗啊 是这个四大家族的 重要的资金来源 据说每一年啊 能给他们带来 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收入 收入非常高 所以呢 这个中厂之下的 毕业勇夫 要钱不要命啊 他们呢 还在呢 继续在搞 那果敢呢 有那个号称的 就是说四大家族 这四大家族里边有三个呢 原来呢 是这个缅甸同盟军的呢 这个叛徒 后来投靠了缅甸政府军 这个缅甸同盟军呢 是这个华人这个后裔呢 组织的 形成了一个自治政府 缅甸要把他的整个呢 这个收回 收回之后呢 就在这里边呢 就是说 从他这里边 从他的下属里边 搞了三个呢 就弄过来 然后这三个呢 形成了这个三大家族 还有一个呢 是原先呢 在这个地方呢 跟这个汉人呢 干的一个啊 这是呢 就是他一个死对头啊 然后留下来呢 这是四大家族 但是这里边呢 有一个区别 你要注意啊 果敢呢 有四大家族 但是电竞呢 有另外的四大家族 果敢呢 这四大家族里边呢 有一个是不搞电竞 电竞大骗 或者搞得特别小 所以不算他 那电竞的话 又加在一个呢 就是这个明家啊 所以呢 这个里边来讲呢 这个这个 他们这四大家族呢 原先有一个呢 就跟那同盟军干 跟那个同盟军干 跟同盟军打仗的那个呢 就本来呢 就是这个缅甸政府军 在背后给他做支持的 另外三个呢 是同盟军的叛徒过来的 现在也呢 投靠了缅甸军政府 所以他们背后呢 实际上都是缅甸的这个军政府 那现在这个 之前不说缅甸 也不打起来了吗 就同盟军跟他打 同盟军呢 其实就是汉人的这个军队 在跟那些缅甸的政府军在打啊 那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同盟军呢 看到中国现在号召的 打击这个电竞诈骗 然后10月20号呢 这个电竞诈骗营呢 杀了一下呢 屠杀了70个这个中国公民 所以呢 他们就说同盟军就看到机会了 觉得这个呢 有机可趁 就趁着这个机会呢 就是说 说是什么 打击呢 这个电竞诈骗 以此也作为一个理由吧 就打 打完之后呢 因为中国呢 其实现在跟缅甸的这个正式 的政府呢 关系比较好 很多市场都是跟他们去协商的 跟同盟军的关系 其实反而呢 就是说 也不好也不坏 但是也不理他们 但是呢 这个同盟军的担心 担心的一旦打下之后呢 中国政府呢 支持这个缅甸政府军呢 他们就不好弄了 那现在呢 就是说他们出手的话呢 现在中国呢 就是说这个 也是要搞这个电炸 也要打这四大家族 你知道了吧 等于就 合力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等于呢 替中国呢 再这个出手 所以呢 就是坊间呢 就是传言呢 这个同盟军的背后呢 实际上是中国政府 但是就我来看呢 这个恐怕不是 我们现在 以我们来分析来看啊 首先来讲呢 是说呢 死的 就是江湖传言啊 说死的这四十里边呢 有四个呢 是公安 是中国公安 是中国公安呢 派过去有四个卧底 这七十多人 有四个是中国警察的卧底 然后被打死了 我现在得到消息应该也不是 如果有的话 这四个应该说是县人 这肯定不是公安 我现在得到消息 这种没有 现在为止 在边境上没有公安 没有公安殉职 如果是公安殉职的话 肯定是不一样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这四个 如果有 也只不过就是县人 可能是呢 跟这个中国公安安插了这种的 就是县人 或者说是这种叛徒 但他自己本身 肯定不是公安 或者最多就算个协警 绝对呢 不是这个公安的在边人员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不是的 而且现在一个公安找卧底的话呢 一般也不是派自己的这种 就是说在边的人员去了 明白了吧 因为有各种问题 所以呢 搞不好呢 就是所谓外面雇来的雇中军 所以呢 那我们来看啊 那现在呢 咱们再来看这个缅北的斯大家族啊 斯大家族里边呢 有百所成 魏超人 刘国喜 刘国喜 刘正祥 这是他们的这个四个斯大家族啊 那这斯大家族里边呢 刘国喜呢 他主要做矿产生意 涉足呢 一点点电竞诈骗 但涉足非常少 因此呢 就是说 如果说是电竞斯大家族的话呢 是没有他的 但如果说军事实力的话 他是有 如果从军事实力说的话 斯大家族是百所成 魏超人 刘国喜 刘正祥 那么明家呢 对替补 替补了之后呢 就成为了所谓的缅北的电竞斯大家族 就有他了 第三 这就百所成 魏超人 刘正祥 和这个明家 明家呢 就是这个 我给你看啊 这个是人民日报发的这个通缉令里面 就是发给他们家的 知道 这是人民日报呢 今天发的这个通缉令啊 人民日报发的啊 说 四名的缅北电诈集团头目 被公开通缉 公安机关悬场 十到五十万通缉的缅北电诈集团啊 那么是呢 是明学昌 明国平 明菊兰 明珍珍啊 这是他们明家的 这是他们整个家族啊 呃 现在通缉他们 那人民日报呢 既然在今天公开要通缉他 那基本上看来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要抓了 人民日报看来呢 比较有 比较有信心 能够抓到他们啊 那现在得到的消息呢 缅甸政府呢 也就跟中国政府呢 这个同意了 缅甸军政府呢 出手 已经把这个明家 他们这个电诈集团的 已经给扫荡了 所以就是人民日报呢 为什么呢 今天呢 就是说正式发文 说要通缉他们 应该呢 已经这个 人应该已经被缅甸那边呢 就是控制住了啊 咱们既然他说啊 说 我你说清楚了 就是说军事的斯坦家族 和电竞斯坦家族不一样 好吧 然后呢 这个电竞斯坦家族 就已经明年 明年他们军事实际 其实并不是很强啊 如果按军事实际上 他不是 他当然 他搞这个电竞诈骗呢 搞得挺好啊 那么来 接着说啊 就是说缅北呢 这个国感 国感地区呢 实际上是汉人在控制 都是这个中国人啊 所谓的国感人呢 实际上就是缅甸的这种汉族 都是汉族人 好吧 那么是怎么回事 是明末的时候呢 清军进攻的云南 进攻云南之后呢 就打起来 打得比较乱 打得比较乱的 大批汉族呢 逃到缅甸的去避难 后来呢 就留在了当地 就没回来 逃亡的难民走了 就在那儿都已经安家了 就开始这个过生活了 后来呢 回来之后就懒得在动了 就没回来 就留了很多 那主要呢 就聚集在呢 国感地区 后来呢 这个汉族商人 阳县才呢 控制了整个国感 就把他统一了 当时就比较乱 他整个统一了 到他的曾孙呢 杨国华 就完成了国感的全面统一 并且呢 从这个清朝的这个朝廷那儿呢 拿到了叫 世西县令的这个官号 他说呢 这个孝中的这个清廷 那清廷呢 其实离得巴掌远 但是今天一看呢 反正你孝中的话呢 我就封你一个县令 然后呢 允许你们家的这个世西 然后呢 你呢 以后呢 就是宣称呢 是这个 是我们清朝的这个子民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按理说呢 它是这个归什么 归这个大清 按理说是算是 这个国家当时 算是清朝的地方 这这个清史啊 这两天有一个消息 大家看到没有啊 说呢 花了20亿 编了20年 要修呢 这个清史 修完之后呢 政审不合格 现在给卡住了啊 然后呢 就是说里面的众说分吟 说什么政治政治 那不是的啊 这个其实不是 很多人不知道 这种真实情况 这个清史啊 修完了之后 现在上面不通过 主要问题 要在于什么吗 就在于这个边界线 清的边界线 跟现在不一样 很多边境 是存在这个争端和争议的 这个呢 现在不好弄 就是如果清史出来的话 你就像这个国感 就是如果按清史的话 那国感是中国的领土 这个叫什么 杨国华呢 是清朝呢 委派他在国感呢 当国感的县令 明白吗 那你要是按清史修的话 那这土地应该回个中国才对 明白吗 但是现在跟缅甸的这个关系呢 又 现在中国也没有想把这个国感要回来 明白吗 所以按清来分这个国界线的话呢 跟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现在这个东西呢 就出不来 是在这会儿 会引起很多的这种的国际问题 国际纠纷 那你如果在清史里边承认是别的国家的 那你永远都拿不回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国家修的史 你承认了 你承认这是缅甸的了 但又不愿意承认 但是去要吧 现在又好像又不方便 所以呢 就是说是由于边界线导致的 并不是什么政治原因导致的 其实呢 清史的这个政治呢 基本上也就这意思了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知道吧 就是崇祯他们弄成什么样 其实跟老共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其实主要这个过不去是在边界线之下 所以很多人就说 老共要把清史改成符合自己 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清史跟老共的意识形态 没什么太大关系 那时候也没有共产党 它不存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你知道吗 其实主要是边境的问题 很多人其实没能明白 这为什么回事 其其中之一就在这 就这个国感地区 如果按清史说的话 这属于中国领土 中国的这个县令 中国的子民 但是现在呢 已经不是了 这怎么回事呢 48年 眼瞅着国民党不行了 49年不就彻底解放了吗 他们投靠缅甸了 明白吗 他们后来民国的时候呢 可能跟着这个蒋介石 到了48年年底的时候 就看就眼瞅着就不行了 不行了之后呢 他们迅速的投靠缅甸了之后呢 就认为自己是缅甸的子民了 明白了吗 但实际上是中国的子民 这有很多的 有很多这历史的遗留问题啊 那好吧 那他呢 他当时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杨公华的时候呢 还是这个满清封的呢 世袭县令啊 然后他就成了这国感的吐司啊 杨家呢 就开始呢 世袭的吐司 到1948年呢 杨家呢 就一看呢 这个不行了 就突然的宣布 宣布呢 加入缅甸 脱离呢 这个中国了 脱离中国 加入缅甸啊 但是缅甸当军 对他还不放心呢 你知道吗 但是以前的缅甸当军的不好 都要动手 他在这个满清的时候呢 跟着清政府 后来呢 民国的时候呢 跟着蒋介石 你知道吗 那缅甸政府呢 就是说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打他呢 怕清朝管 后来打他 怕蒋介石那是管 后来一看呢 这个蒋介石呢 败逃了 老共呢 又没有意思过来 所以缅甸的政府军呢 还不满意了 说你说你投靠了 你投靠什么 你不是 你是拿我找乐来了 对不对 现在背靠我 所以意思好像 中国打你的之后 我还得帮着你 他是这么个意思 知道吗 所以缅甸当军呢 就像什么 萧帆吧 萧帆啊 就要对他进行的 这种武装进攻啊 最终呢 杨家呢 没打过缅甸的 这个政府军啊 就分蒙离析了 整个分蒙离析了 分蒙离析的 这个地方呢 就陷入了军阀混战啊 然后呢 后来过了那么几年呢 有个叫彭家生的啊 彭家生呢 就创建了的国感 民族民主同盟军啊 结束了 又统再次的统一了国感 就结束了这个混战 混战的这种状态 那彭家生呢 也自死的 就成为了国感王啊 山大王 中国呢管不着我 缅甸政府呢 也管不着我啊 所以你说这国感 到底算哪呢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啊 那缅甸当局呢 就开始了多次组织 对国感的呢 这种进攻呢 和围剿啊 那后来呢 缅甸呢 就是说反 反监啊 就是说彭家生呢 手下有三员大将 就是白索成 魏朝人 刘国喜 这刚刚我们说到 这三位 就把这三位呢 就是说了这个 让他们就是叛变 然后这三位呢 被缅甸政府军呢 这个收买了之后呢 这个彭家生 在2009年8月呢 李英外合 发动进攻 成功呢 就把这彭家生给打跑了 那这样呢 彭家生的国感同盟军呢 被迫呢 就跑到山上去啊 跑到山上了 落草为寇 打游击去了 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个白索成 魏朝人 刘国喜 和当时呢 一直跟彭家生干的呢 这个刘国祥 刘国祥呢 其实当时一直跟彭家生 这个彭家生呢 基本上算统一的国感 但是就这个刘国祥呢 一直没拿下来 这刘国祥呢 这个背后呢 就有缅甸政府军的这个支持 一直跟打啊 那之后呢 他们四家呢 就把这国感呢 就瓜分了 瓜分之后呢 虽然背后呢 是这个缅甸政府军 但是就成为了 国感的呢 四大家族 就在这了啊 然后呢 彭家生呢 这个跑到山上之后呢 就一直呢 打游击 也不投降 但是到了山上之后呢 又围剿不了 等于就上了延安呢 就在那儿 就留了 留了这么一股部队 一直留这么一股部队 后来呢 这个电信这个诈骗呢 就兴起 四大家族呢 就还为了挣钱嘛 挣钱呢 买武器买弹药嘛 就开始呢 纷纷的搞了 这个电竞的诈骗园区啊 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国感的 这个电竞诈骗 这个也就成型了 但是跟缅甸政府控制 那边这个 这个瓦寨那边呢 还不一样 所以上次那十一个呢 是缅甸政府军呢 只要能控制的地方 那个呢 是习近平啊 中央呢 跟缅甸政府军呢 商量之后呢 就清缴了 但是国感之后呢 说是呢 把缅甸政府打跑了 他们听缅甸政府军的 但是实际上呢 也有点像是这个 就是吴三桂那种意思 处在一种的 半自治的 这么一个阶段 然后他们四家呢 为了这个挣钱呢 这个电竞呢 一直就 阳奉阴伟啊 就在那搞他们自己的 一直呢 还没有停啊 这是到九月份弄完之后呢 这两个月呢 没有停 没有停呢 还在弄 还弄 但是呢 压力也很大 压力大之后呢 他们也开始了 再转移 那转移的过程中 就出了问题了啊 嗯 彭家这个 然后呢 实力最大的呢 这里面 当然这四个来讲呢 实力最大的是白索成 白索成呢 曾经呢 是彭家生的 国干同盟军的呢 副总司令 背叛了彭家生之后呢 军力呢 最强大 他就建立了 叫百胜集团 这是这个 白家 白家嘎罗呢 叫百胜集团啊 就搞了赌博 电竞 大骗什么的 房地产业物都搞 实力第二呢 魏超人 魏超人呢 创立的是亨利集团啊 从事呢 电竞诈骗呢 和这个赌博 电竞和赌博 而且呢 他呢 走出缅甸 在呢 柬埔寨 泰国也建立了一些呢 电竞诈骗云区 也都有他 有他背后呢 有这个军事呢 在背后 还有资金呢 在背后呢 做支持啊 那么刘国喜呢 也是彭家生的手下 但是他呢 主要的是挖矿 搞矿产 哎 他家有矿 他那块这 有矿 有矿的话 也挺挣钱的 所以呢 他的电竞呢 没有那么太热衷 然后觉得这东西呢 也是虚脱八脑的 不太愿意搞 虽然也搞了一点 但规模呢 很小 所以导致呢 他呢 这个钱也少 地盘也小 那电竞搞得最大的 也最早的呢 是刘国祥啊 刘国祥呢 原本呢 跟彭家生呢 是死对头 彭家生被驱逐之后呢 他跟背叛彭家生呢 另外这三家 就挂分当地的这个地盘 那这个刘正祥呢 搞的呢 叫福莱集团啊 那个就 你看他前面不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百胜集团 亨利集团 他呢 叫福莱集团 福莱集团呢 是现在果敢的 最大的电竞集团 而且呢 跟那个缅甸军政府的关系呢 也是最好的 因为当初呢 他就是跟缅甸军政府合伙 一起打电彭家生 另外那三个是彭家生 那是叛叛过来的 只有他呢 是一直呢 都是跟着缅甸政府军 所以呢 那几个是叛徒过来的 缅甸政府军 对他们也有点 这个不太放心 但这个刘家强呢 是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 所以呢 这是最放心的 关系也最好的 然后呢 就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明家了 明家呢 是专门呢 搞这个电竞的 然后呢 就是说 就起来了 起来了之后呢 这个明家搞的呢 就是所谓的 这个什么卧虎山庄 所以呢 结果就明家这出事了 10月20号呢 这果敢的明家的卧虎山庄啊 里边呢 他呢 就是说 因为现在压力比较大 明家人压力比较大 他呢就转移 想把这些人呢 转移走 他的一个诈骗元旗里边呢 有几百个中国公民 就在这儿 就是他们管 叫猪仔啊 那他们就是说 去骗人 去骗钱的 就打电话骗钱 干什么猪仔啊 然后呢 我们转移 转移的时候呢 出了问题了 转移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呢 就是说 这帮人就转移几百人 这帮人就在互相传 说呢 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说 打电话诈骗 如果诈骗来了 就吃香的喝辣了 诈骗不来呢 就拿走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转移走到 那个地方呢 更惨 那时候就把我们 就把我们卖了 卖了一个更惨的地方 可能就是什么 有血奴啊 什么割妖子啊 就这个了 然后这帮人呢 就害怕了 知道吗 就觉得这不行 我们不走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 你知道吗 就为了这个呢 就吵起来了 出来之后呢 他们人多 人多之后呢 原先的是不反抗了 但是这次认为呢 就跟我们送走之后 要把我们都割妖子 都给我们割了器官卖了嘛 他就觉得 那就只死死地厚 这次就闹得比较凶了 闹得比较凶了 几百个人呢 他们这边呢 这个控制人员呢 转移过程中呢 这看守人员呢 人少啊 他们人多 但是看守人员 有枪 发生了争执 发生了争执 看守人员就没办法 就开枪了 开枪据说几百人里面 最终呢 导致了打死的呢 反正70多人 有人说呢 是有死的 有伤的70多 有时候打死的70多 反正就说不清楚 然后呢 说的里面 还有四个呢 是这个中国公安的 这个县人 是怎么着的 反正就出了 出了这么个问题 这就是10月20号的时候 在转移的时候呢 出了这问题 那么这时候呢 就成了一个呢 这个惨案 那当然呢 这个他呢 当然有人就拿他这个呢 跟那个湄公河惨案的去比 湄公河惨案呢 还有一点这个预谋性质 他这个是突发事件 其实他本来是想转移的 没有想屠杀的 但是因为爆发了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开枪了 开枪之后呢 结果死的70多个 他们就说呢 说当年这个湄公河惨案呢 这个四名嫌犯啊 最后不都在泰国吗 最后都被抓回来了 当时就是说 诺康扎西卡 伊莱三康啊 最后这四个人抓回来之后呢 全部都枪毙 到了中国 然后审判 审判完之后呢 全部就枪毙了 所以说呢 说明家现在通缉这四个呢 不知道这个人民日报 通缉他们四个 就是这明家 这个五五山庄 为什么通缉他们呢 就是因为他们打死了70多个人 啊 所以人民日报现在出来 就是说通缉 实际上四代家族呢 另外三个呢 也都在搞电竞 但是呢 就是说呢 没有这么明目张胆的 这么大面积的去死人 你知道吗 这民间呢 现在一下打死了70多个 所以人民日报都出来了啊 所以这个压力比较大 这是10月20号 那发生了这个惨案之后呢 那迅速的呢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事呢 就直续暴不住火 就传出去 传出去之后呢 国杆的这个 这边的这个 同盟军呢 就认为呢 有机可乘啊 他说你看你打死了这么多中国人 这中国肯定是不干 那这个时候呢 我跟你打 我来进攻你们 我来打这四代家族 我打这电竞园区 他呢 这个国杆同盟军呢 也不想呢 去占这个缅甸的地盘 他就想把那个国杆呢 拿回来 哎 他就觉得你国杆 你看你私家家族 你现在都是搞电竞的 中国现在在治你们 我这时候出手 对你们出手 老共呢 肯定就不反规 老共不管的话呢 就缅甸政务军在背后 那缅甸政务军 我把他打赢了之后呢 我就又重新把国杆呢 就占回来了 占回来之后呢 他可能就是说 同时呢 跟老共这边说 对不对 他呢是 他就有什么想法的 所以10月26号的 这10月20号发生这件事呢 10月26号的凌晨4点呢 就开枪了 就开干了 这这缅甸呢 就打起来 同盟军就出手了 出手呢 就是说 什么号称叫这个什么 消灭定定园区 他这个反正就这么个意思 那当然网上呢 又突然就流传几个视频 说魏超人的儿子 魏清涛啊 在视频喊话 然后呢 后来迅速呢 刘正祥的弟弟 刘正祥呢 也录了一段呢 差不多是一门一样的 这个视频 说的内容也都差不多 就什么呢 说说呢 这个好像还有一个 那个谁 那个刘家的一个 这个女婿 也是啊 他们就怀疑呢 这个视频呢 都是这个被公安抓了 被公安抓了之后 是公安录的 说这个 因为说的东西都差不多 就什么呢 说这次呢 不通以往 只要呢 园区死的一个中国人 就会让我们的血债血偿 要求大家呢 就护家家立即停止 电竞诈骗 停止呢 残害中国人 赶紧放人啊 他们几个人都录了 网上都有这个视频 你去搜 都能搜到啊 嗯 那现在就认为呢 反正向他们喊话 让他们这个放下屠刀 立即成佛啊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啊 然后呢 说说这个 这个彭 彭家生这边 彭家生呢 实际上去年的 2022年他病死了 他病死了 病死之后 他儿子彭德仁的上位 那当时呢 他们这个被打到山上 打游击之后呢 这游击队伍呢 实际上有点不行了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去年病死了之后呢 今年呢 他的队伍突然 说什么呢 就捡到了神奇的宝卫 捡了好多呢 武器 武器弹药彻底冲突了 整个呢 坏人一心啊 现在这个火力呢 强要吓人 说这边的四大加都 原先呢 就是说被四大加都 和缅甸政府军 打的那个落荒 落草为寇了 现在整个回来之后呢 不光是四大加都 打不过他了 现在缅甸政府军 就是说四大加都 打不过 打不过 就叫缅甸政府军 缅甸政府军 来了之后呢 也打不过 说呢 这个是10月26号 凌晨四点开干 打到的11月11号啊 这就刚刚十几天的时间 半个月吧 同盟军已经攻克了 136座据点 及那村镇 火力非常猛 缅甸正规军呢 也出手了 不想让他回来吗 正规军也出手了 发现正规军呢 也不是对手 说缅甸政府军啊 最精锐的99师 刚刚开到前线 师长呢 这个叫昂觉昆 就被无人机定点斩首了 所以现在就很多人 就怀疑这个同盟军背后呢 有中国的这个支持 说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出了这种情况 说呢 这个上面呢 据说有这个卫星 照到了他来 知道他的位置 然后呢 又派了这种呢 带炸弹的无人机过来之后呢 直接就给这个师长 就给炸死了 然后呢 缅甸军呢 还搞了一个连的空降兵 准备呢 突袭国杆同盟军的这个后方 弄一个连过来 后来哗 就是散兵下去了 结果呢 散兵一下去 你猜怎么着 结果呢 彭德仑的部队呢 在空降地点前 提前呢 就设想埋伏了 知道你去什么位置 知道你飞机到哪儿 知道你在哪儿降落 迅速击溃 甚至呢 俘虏了整个呢 这个空降部队 就是完全呢 就是说 你这边干什么 他这边都知道 那就就认为 这上面有这个军事卫星呢 在上面做 做知识才行 要不然怎么知道的呢 要不然 或者你明天政府军内部 有叛徒了 对不对 要不就是上面有军事卫星 那这个地方呢 军事卫星 而且这种无人攻击机 对不对 那认为这都是 这到哪儿来了 这东西 他以前都没有 他一个游击队 小米大步枪的 怎么突然呢 有了这个军事卫星 和这个无人攻击机 在这会儿 给他做尽呢 就有很多人就怀疑呢 是中国政府 在背后呢 做这个支持啊 但是就我们 目前得到的消息来讲呢 现在看起来 好像并不是中国政府 在背后做支持 中国政府目前我们看 还是跟缅甸的政府军 关系比较好 那他们这些武器 能要从哪来的 很多人说 应该问习近平 我觉得 可能要问问泽连斯基 我不开玩笑 可能要问泽连斯基 他这些武器从哪来的 他得了一大波武器 现在整个的这个武器市场上 这黑市场 这个武器呀 乱套 这个哈马斯的武器 也是从哪来的 很多人想把这哈马斯的武器 都怪给这个老公 老想说是老公在背后支持 都胡扯 知道吗 说这个说果敢的武器 也是老公在背后支持的 就我们现在看 哈马斯也好 哈马斯的这些火箭弹 还有这个果敢的 这同盟军的火箭弹 都不是来自中国共产党 都是黑市场来的 那么黑市场 怎么就跑出来了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武器 我觉得美国北约 还有泽连斯基都应该好好想想 你那五十七万件武器 都他妈往哪去了 不是说丢了五十七万件武器吗 对 都是这 反正现在看起来应该不是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现在很明确 跟缅甸政府军的关系还比较好 而且是这样 10月20号不出了这个裁案 10月30号 缅甸政府军马上就进入了 就冲进了沃吾山庄 据说直接将166名管理层征员 全部抓获 还起货了700多个 各种不同的人员 就是管理层166个 全部抓获了 下面还抓了七八百 就是说这些猪仔或什么的 说剩下数百名的 就几百名的 七八百名的参与电影诈骗人员 说把这一里边的中国公民 全部移交给中国 所以这问题在这 就是说缅甸政府军 十人已经出手了 10月20号一出这个裁案 10月30天之后 缅甸政府军就动手了 乌乌山庄 明界的军事实力不是很强 当时我们也说了 四家家族的里边 军事实力强的里边 其实是没有他 他是电竞搞得好 他打流氓黑社会是可以的 他的武器装备 打流氓黑社会是可以的 但是像这种政府军 飞机坦克 大炮 无人攻击机 机关枪突突 正面交战 打游击战这些东西 他不是部队型的 你知道吗 他是属于就是说 他那军事水平的 打警察没问题 打部队基本上就全面就不行了 但另外三大家族是属于就是说 你打游击战跟同盟军也能玩一玩的 知道吗 就你来个小股部队 我也能给你打一打 那个军事实力就是另外一种 那是打仗的军事实力 这个明家的不是 明家的还是属于就是黑社会的军事实力 你知道吧 你从来没看见过黑社会能跟军阀开干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当年这个谁啊 这个黄金融啊 杜月生很牛逼 对不对 但是你从来没看他们跟吴佩福啊 孙川芳什么的去干去 对吧 你会发现对吧 吴佩福孙川芳啊 什么的 张作霖来了之后 他们就撤了 就马上跑 跑了可快了 对不对 从来不会跟军阀去开干 对吧 黑社会呢 还是黑社会 武器弹药呢 他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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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黑社会的武器弹药 军阀呢 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吗 那就是部队 部队是另外一回事 你知道吗 所以就这么个情况 这明年呢 这军事实力呢 他不行 不行 他就是个黑社会 黑社会呢 之后呢 就被就被抄了 抄了之后呢 但是呢 这个缅甸那方面呢 现在向这边报告 报告呢 说呢 这个呢 吴佩山庄呢 我们已经抄了 抄了之后呢 人家也也也抓了 这一百一百六十六呢 这个管理成员员呢 都是缅甸人 那这个呢 缅甸政府呢 去这个审理 然后七八百呢 是中国的这个电信诈骗人员呢 主要是猪崽 那这些呢 给挖了多少呢 现在已经也不说 说那么这个弄完之后呢 都给埋了 埋了之后呢 现在已经起出来了 起来要输入 到底死了多少人啊 反正现在还在弄啊 但这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民间的不承认 民间说不是我们干的 民间现在咬出来了 干什么呢 他们把以前的这个 这个东西咬出来的 说是这是一个中国人 是中国福建人呢 叫傅文斌 说这是傅文斌干的 说不是我们干的 说冤枉啊 然后呢 他们把这个卖房协议拿出来了 是吧 就是卧虎山庄四栋楼 价格3600万人民币啊 卖方黄文胜 陈昌飞 明慧 然后买方呢 叫傅文斌 这个傅文斌呢 是中国的一个福建人 这个人呢 从中国福建的跑到了国改呢 去搞这电竞 电竞大片源啊 花了3600万呢 他把这个地儿给买了 买了之后 上市归他啊 这上面写着的 2019年的3月18号 卖给他了 所以呢 这个民间说呢 我们冤枉 说现在中国政府呢 要他们交人啊 这个呢 这个傅文斌呢 是个中国人 明界那几个呢 实际上现在都得算是缅甸人了 因为他们都投靠缅甸了嘛 而且明界呢 本来就是缅甸军政府这边的 你知道吗 他跟另外那三个呢 还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缅甸人 那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明界的现在 他们通缉这四个的话 这四个到底算的 当然他们都是汉族啊 都是汉族 都是汉人 但是 但是就是 你现在的国改到底算谁的 你要是算缅甸的话 那他们都是当地人 你懂吗 那算是缅甸的呢 汉族 你能明白吗 就是说你好像就中国 中国 美国吧 美国也有这种中国人 但是拿美国国籍 那他算哪 他还得 他应该从法律上来 应该算美国人 他是这么个意思 他说这个福建人 傅文斌呢 有问题 那些傅文斌 像有两种传言 应传言说呢 缅甸的已经把他 缅甸政府军已经把他控制住了 抓了 抓了之后 中国政府只要承证是傅文斌的 就把他傅文斌交 就把那明界四个人 就留在缅甸去受审了 那如果中国政府实在不 但现在看来的话是够呛 那这个事呢 是这个 就10月30号的事 11月初的时候呢 就暴露来了 那今天为什么 今天10月13号 人民日报 现在把这个明界 这四个人通缉了 那说明什么呢 那说明是中国政府没完 你光给我一个傅文斌 我不接受 我一定要这四个人 你们明白吗 那么如果人民日报 已经公开的这个官宣了 一定要通缉这四个人的话 那恐怕没办法 那缅甸政府军最后就得 把这四个人交出来 对吧明界这四个交出来 不交往来是不行 他原先是想光交了这个傅文斌 说缅甸政府军对1020事件的 这个戊户参章 进行了整个的清剿 解救了700多个中华人员 抓获了这个范围头目 戊户参章的老板的傅文斌 然后呢 而且出示了傅文斌 才是老板的这个证据 刚刚我拿卖房的证据 说2019年的时候 明界把卧虎山庄卖给了中国商人 黄文胜 陈昌飞 然后黄晨二人开始建设卧虎山庄 搞得还比较不错 搞得比较不错 后来又以3600万的价格 把卧虎山庄卖给了傅文斌 然后刚刚有他们卖东西的证据 所以说搞电炸 是中国福建的傅文斌 他的私人行为 明界只是在当地负责帮忙 去管理和维持治安 而且他说下令开销的 是傅文斌下令开销的 不是他们 不是明将 说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这个事 反正现在中国政府这边 因为你闹完这个事 中国政府很难堪 一下死了 70多个中国公民 对不对 号称湄公河惨案 2.0 那中国政府不动手 这个没法交代 对不对 所以目前来讲 就这么个情况 但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也说不好 你懂我意思吧 我想傅文斌 肯定是有参议没问题 但是到你开枪那天的时候 因为你说维持治安的话 那应该是你明界 在维持治安的 那到底怎么开了枪 当然了明界也好 傅文斌也好 觉得妈的下边 押送人员冲动了 你知道吗 没有请示 当时可能就是他们 要逃跑 打起来了 可能抢枪 然后就开了 知道吗 捅了这个娄子 对不对 他们也是 其实从上次 湄公河事件之后 诺康 他们的几个 被递到中国来 都给枪毙了 枪毙之后 其实当地的一些黑社会 什么的 对于中国公民的时候 还是比较小心的 不愿意搞得 就是说太夸张了 他也明白 就是说搞得太夸张了 老公面子上不好看的话 可能要扫荡他们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事 已经没办法了 生米煮成熟饭了 现在怎么办 死了 现在就得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看起来 老公是不能接受 光一个傅文斌 老公接受不了 你给我弄一个 最后把所有的 所有人都扣在一个中国人头上 然后把这中国人 给我送回来 就完了 然后你那边不行 所以就是说 11月13号的人民日报 就是说 发了全网的通缉 全网通缉 这样的话 就是向美联军政府的施压 我认为美联军政府 很有可能就把 明家那四个 估计也得给老公 绑了送来 为什么 因为国感同盟军 现在在开干 那美联政府军 需要中国的帮助 需要中国的帮助 当然 有人说 就是说 有人说 可能比较有利的 就是什么 就是说 国感最后 是缅甸同盟军那边 去控制 然后这边 美联政府军控制 然后老公 跟两边的关系 都能搞好 然后这样 就是说 现在认为什么 就认为国感地区 美联政府军控制不了 这四个家都根本就不听话 要是听话 如果八月份习近平说 要扫荡 九月份是把 缅甸政府军这边 叫什么 瓦邦这边的 都给清了 这是缅甸政府军 说了算的 国感那边都没清了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所以导致了 10月20号 出了这个惨 对不对 你前面 大动作 动手 那边扫了11个 抓了几百人 对不对 那你弄完了之后 你最后 国感一阵 又出这个事 那老公 现在就认为什么 认为你 美联政府军在国管这 你说了不算 你控制不了 还不如 干脆就让彭建回来 彭建回来 控制了这儿之后 到时候 我给彭建一个 世袭宪令得了 又来了 你知道吗 又回来了 所以就为什么 现在坊间都说 说彭建的背后 是中共 但是我现在看起来 好像还不像 但是我想 就是说 恐怕得到了 老公的默许 但是它的武器装备 你说是老公给的 我觉得可能不是 当然了 他们现在拿那照片 说你说这装备 是从黑市上买着 说国感的同盟军 用的都是华为的 什么Mate60 Pro的手机 你知道吗 说这不是老公给的 见的鬼了 咱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 反正也的确确实 国感的同盟军 前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都不能打了 被人打到 落草为扣了 现在突然就变得 非常能打 你知道吗 所以肯定给人的想法 就是说比较多 但是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也有可能 有可能 因为是四大家族 搞不定 你知道吗 谁的面子都不给 其实八月份 九月份的时候 老公这边 跟美南军政府说 美南军政府跟他们说了 让他们有所收敛 有所收敛了之后 就为什么他们转移 你也不能说 不听话 人家就像 干脆从国感那转移走 但是在转移的途中 就出问题了 知道吗 这样的老公就觉得 这个地儿看来 你们不行 不行 我们换一个人 所以 我觉得有老公 在背后的默许 但是武器弹药 就我看 应该不是老公给的 我觉得是黑市上来的 黑市上来的 但是黑市上来 也需要资金 资金从哪来的 咱们不知道 咱们这样 咱们再看看 好不好 但是现在反正 坊间都是船 都是船的背后 是中国政府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真的是 中国政府的话 那么中国政府 跟缅甸政府 均等于就翻脸了 跟缅甸的正式政府 就翻脸了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 其实不愿意 跟缅甸的政府翻脸的 你能明白吗 其实你不明白了 就是缅甸政府 比国感的游击队 就彭杰的游击队 对老公来讲重要多了 其实这个更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就基于此的话 我认为老公 没有必要在背后 就是说弄他们 就是说如果 很多人觉得 好像国感的同盟军 如果不出手的话 老公搞不定 这四大家族 这个你就想错了 这个你就想错了 当初诺康 他们不也都搞定了 对不对 所以老公 还在跟缅甸政府军谈 对吧 而且他们也在转移 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事 反正再走 一点点再走 当然出了 10月20号 这个惨案 我觉得就出了 这个惨案之后 国感的游击队 同盟军觉得有机可证 他们就自己 就强行就动手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好像做出一种的 狐家虎威 觉得你看 老公在我背后 在背后支持我 其实我觉得呢 他们就寻找了 这么一个时机点 而他们早就想动手 你明白吗 就刚好就找到 他们在等一个时间 这个武器弹药啊 不会是这个10月20号 有的人总觉得什么 就是说10月20号 出了这惨案 然后呢 老公一看 老公呢 就一拍脑门 10月21号呢 就把武器 就给他们递过去了 过了五天 他们就是说这个空投 然后拿了之后 就开始 不是的 我告诉你啊 我觉得啊 就是说国感的一个同盟军 能够打得这么快 这么顺利 就这么几天 半个月的时间 打了136个据点 和什么的话 他们这个准备 我认为啊 最少也要准备 半年以上的时间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所以呢 这个开干啊 早就 早就成了 像从去年 我觉得俄欧战争之后 黑市场武器一多 他们就开始买武器了 就开始训练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这个无人机啊 什么这些 而且他们这个 这个作战的这种训练 比如说你在哪空投 我在哪设埋伏 这都不是四五天 能准备好了的 这都是早都准备好了的 这绝对不是10月20号了 突然出了点事了 然后老公一拍脑门 然后10月26号 就能开干的 你明白吗 不是四五天 能够准备好的 他们准备了 就跟那个哈马斯一样 哈马斯不是一拍脑门 就来的 那个准备的 半年一年的时间 很有可能从去年 就是内塔尼亚湖 这个极右翼一上来 他们就开始做准备了 知道吗 前天后恐怕准备了 我觉得六个月到八个月 都有可能 所以国感的同盟军也是 他准备了很久 他只是在等 等一个呢 就是说适合他的一个时间点 你明白吗 所以就10月20号出了这事 他觉得机会来了 然后就10月26号 就开始发难 所以这个来讲 就是说如果老公 要跟他们合作的话 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 如果10月20号出这事 老公觉得弄不了 然后要跟国感的同盟军去合作 那可能 那怎么也得需要 就是说半个月到一个月 甚至两三个月 就是先要去谈 谈好了之后 武器过去 然后要培训 要学会怎么使用 但要配置好 然后人员要熟悉这些东西 这个怎么也需要 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是老公在背后支持 因为这个10月20号的产案 老公在背后支持的话 那估计到明年夜份才能开干 现在开干不了 没有这么快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认为 就是说是国感的同盟军 他就是刻意选这个时间点 他想营造出这么一种 好像老公在背后支持我的 这么一种局面 当然海外 就是说一窝风 因为这事顺 这刚发生 这个就来了 就觉得这肯定是中国任务 就是说 但是你其实你不明白 你真的做这些事 你就明白了 它没有这么快 就像当年 你还记得蒋凡 就是阿里巴巴那太子的蒋凡 他老婆不说 他跟什么张大义在一块胡搞 对不对 然后阿里巴巴去调查 调查了九天 回来跟说我们调查完了 没这事 我说能不能放屁吗 他不是 你真的 就是说你经历过事 你明白 这个事不是九天能调查清楚的 你明白吗 他不可能 你比如说 我当初不说 他好几年前 你两个人 两个高中同学 在初中的时候 有没有过这种暧昧关系 那是九天能查清楚的 他不可能查清楚 你明白吧 所以海外有一些人分析 就是拍老门就来了 你知道吗 他根本就不明白 就是说打这么一场战役 他提前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就提前光准备粮草 可能都准备了 就是说三个月半年 你知道吗 这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这个事 你懂吗 所以当然了 我个人的分析 咱们再说 后面看发生情况 什么情况 咱们再说 而且我个人觉得 老共这次很有可能 最后可能还会稍微支持一点缅甸政府军都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支持一点缅甸政府军 为什么缅甸 缅甸现在这个政府跟中国政府的配合还是非常好的 在很多事情上 非常听老共的话 跟老共非常的配合 所以老共也不希望他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明白吧 所以反正根据我的这种分析 我认为目前来讲 不是老共在背后支持同盟军 而且老共甚至有可能支持政府军 好吧 但是我也不确定 咱们完全从逻辑分析 好不好 但是这个事反正后面再有什么准确的消息的话 我们及时跟大家去汇报 好吧 咱们也看看我最后 看看我猜的准不准 好吧 看看我分析的 我预测的准不准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